台北坐運發生頭一家 隨機台人的事件 那一天有十塊 花崗高中的學生 就剛好坐在這堂列車上頭 這些學生小孩親密就看到過程 都很怕 現在有人是希望說 為何學生安全的 學校的高官 還可以站坐穩站 不過因為現在目前 有人的問題 要不然完全的價位 在台北市的教教教講很愛賓國 獨到歹道拿到攻擊 拿到水深的牌包 還有蜘蛛 以及蜘蛛來方圍 另外還想辦法來攻擊手掘 把這個凶器打掉 到我前身來 使用風神速 讓核心有主要保護的力量 台北市的運日發生頭一家 隨機台人出行 為了保護學生 上學科的安全 其法外為台北市根本高官 甚至導致 協助助手掘穿站 有人在問題 沒前要在心心評估 我們並沒有說一個完整的規劃 而且基於我目前 教官人力上 並沒有達到一個 我們能夠還到 延伸到捷運站這樣子去注點 師傅強調 由高官來自蘇雲北方 不是每個人都擺勃腳跡 如果要助手掘穿站 也先進行訓練 在威宅兩三四 接吻沾河軍的華工庫中 日後有十幾年 剛好坐一班 斷命的接吻 學生親眼睛看到 到這種都感覺也很害怕 三個孩子是親眼目睹了整個凶殺 我也請孩子跟家長說讓孩子 務必明天都要來學校 因為學校人多嘛 同學們很有愛 可以充斷那個不愉快的事實 學校已經電腿 個別輔導 你學校高官也提醒 剛才拍照的感覺 沒經過百合訓練 現在不可以滾鼓勵 我滾拍照 一定要趕緊走 萬一威脅 若是在別的空間 手邊的目片都是最好的目的 記者 総合報導